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猪火上从诞生到如今也流传了两百多年了 承载着历史演绎着传说 据说这是过去苦力最爱吃的东西 它比肉便宜却很金石厚 跑道还不累 逐渐的后来达官贵人们也爱极了这口 又怕吃它的时候失了身份 所以很多王爷 姥爷就换了便服去吃 以至于后来坊间传闻说 千万别跟吃炉煮的摊子那找茬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那是换了便服的贝勒 还是格格 还是就是翔子们在吃呢 好了 咱们现在正儿八经的开始从洗肺头给大家介绍 看 这就是华人超市里你很容易找到一块肺头 把它泡在水里 清一清雪水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用肺管对的水管子一冲一洗 但是呢 它的肺管子已经给切下去了 所以我们在水里多泡一会儿 现在你看见的是大肠 大肠有异味都知道 没有关系 我们把它倒进白醋 就是这种白醋 然后把它泡一泡 然后呢 再把那肠子翻过来 清一清里面的肥油 很多人喜欢吃那个肥油 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健康 所以 最好把它清一清 生的大肠很柔软 就像这样一翻就能翻过来 把里边的肥油呢 把它拽一拽 尽量的把它去掉 经过白醋的泡 还有去油 去腥 现在肠呢 已经很干净了 这时候准备一锅水 我们把洗干净的肥肠以及肺头都搁到水里 然后加入料酒 花椒 大料 以及一点生姜 这一步呢 就是要搀一搀血水 把它再焯一遍 经过这一步 这个脏气的异味呢 就清除的几乎没有什么了 但是有的人觉得这一步可以不做 直接加锅炖 也行 看 经过洗 涮 焯 现在这个已经很干净很干净了 这是我要用的这些调料 小的调料记着一定要放到这种料盒里 不然这汤就不能用了 因为最后的汤要浇到火上上 像这种大块的就给它加到汤里 因为呢 你随时能看见能把它挑出去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是不能少的 还有煮好的废头 以及洗干净的肠 现在我们开始一个一个往锅里码 大蒜 不能少 一头 大葱 姜片 要多多的来 剩下这些料 我们刚才说过了都放进去 然后把料盒挂在这个锅边上 千万别忘了酱豆腐 这是提味的秘密武器 现在热锅凉油上好之后开始炒料 您先看到的这是豆豉 豆豉的增香作用可不能小觑 另外现在我们加入的是黄酱 黄酱也是必须有的 现在我们再加入皮线豆瓣 把这三位呢 搁在一起炒香之后 加入水 搓锅 等料炒香 锅沸腾之后 就把这个锅转入刚才已经搁入肠 以及肺的大锅里 继续煮炖 加好汤之后 我们就开始加料酒 生抽 老抽 盐 胡椒粉等等这些调料 盐呢 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加 这样吃起来味道更醇厚 因为这个肠和肺基本已经是半熟了 都割好之后一定要大火炖 炖开了之后再转成中小火 当锅变成中小火盖盖的时候 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开始烙火烧 这个火烧记着一定是死面的 并且有点硬 如果发面的一进汤就泡飞了 所以硬一点的火烧煮完之后 入口会刚刚好 在面里稍微调一点点的盐 这样增加的面的筋性 火烧的口感会更好 把揉好的面稍微醒一醒 现在我们就把它切成想要的大小 团成剂子之后就可以擀了 擀的时候记着不用很薄 大概一个手指宽就可以了 烙火烧的时候 记着从第一个醒发好的面团 开始拿起 然后把它按平轻轻擀两下就行了 烙火烧相对就更容易了 用中小火不加油不加水就把它炕熟就行 就是这样 火烧烙好之后下一个工作就是要煎豆腐 豆腐要煎的两面金黄才好 过去看这个炉煮摊是不是做的地道 就看它是不是把豆腐切成三角状 因为三角状的豆腐才兜汤 吃起来才过瘾 现在开始砸蒜 为什么要蒜倒得凿呢 因为它倒出来的蒜泥是黏的 口感特别好 总之所有的这些细节您都注意到了 您的这碗炉煮才算是地道的北京炉煮 从前去吃炉煮的时候 摊边上有很多大海碗 有韭菜花 蒜泥 香菜末 辣椒糊等等 咱们今天家庭制作小批量的 但是味道也不能少 这韭菜花 还有酱豆腐汁 真的是卤煮里非常提味的两款 只不过在这个制作的时候稍微加一点水 稀释一下它的咸度是比较好的 这是刚才的蒜泥 也把它加一点水 接下来把香菜洗净切碎 现在桌子上这几位小料 就是您吃炉煮的时候的标配了 这炉煮锅大约炖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呢 就可以把我们刚才炸好的豆腐放进去 以及火烧 然后继续炖它 记着炉煮的锅 汤一定要宽 我记得炉煮的摊子 从来不盖盖 远远的 隔着几条街 您都能闻到它的香味 在改革开放之前 很多肉呢 是要凭票证才能买到的 所以北京的百姓如果想解馋呢 很多就去吃碗炉煮 现在我们又炖了将近一个小时 可以捞起来吃了 我们开始先切火烧 火烧一定要切成井字形 这样它接触面大 保兮汤汁 味道才棒 废头一定要切成小碎块 下面是我们非常喜欢的炸豆腐 要切成三角形 这样它兜汤 接下来是小茬和五花肉 从前吃炉煮的时候 只有一两片五花肉 摆在最上面 现在在家就随您所欲咯 都切好之后 开始一勺一勺的浇汤 这汤一定不能没过材料 要到材料的一半 然后就可以按您的喜欢放蒜末啊 韭菜花啊 辣椒油 香菜等等 这炉煮虽然是非常平民大众的一款小吃 但是它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 每次回家都必须上炉煮摊复习一遍 前后左右的食客中 什么阶层的都有 90后 2000后 都在那大口小口的巴结着 因为它真的是太香了 我们现在开吃尝尝吧 正经的炉煮 第一口要先巴结一口汤 看它是不是咸淡合适 然后就是一口三角的豆腐 看它是不是兜汤 炸的是不是到火后 然后就是小茬 火烧 火烧要一口咬下去 看它有没有白茬 如果有 说明它炖的还是有点欠火 好了 今天的北京小吃炉煮火烧 就跟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也欢迎您点赞订阅和分享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